3月6日由盛盖博金河组织和美国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共同举办的盛盖博古新冠肺炎疫情研讨会在罗兰岗举行 洛杉矶郡公共卫生部门的高层发言人 美医美医院资深副总裁Cliff Daniels 盛盖博世事议员廖清禾 盛盖博古经济合作组织CEO Bill Mannes 美国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会长蔡承华 共同会长徐晓峰 理事长江晓东 以及洛杉矶的社团和餐饮业旅游业的代表出席了研讨会 研讨会上 洛杉矶郡公共卫生部门的高层发言人 凯撒医院的主治医生 盛盖博世事议员廖清禾 联邦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区域主任 华人社区领袖 旅游以及中餐业领境出口商代表听取各方声音和错例 呼吁洛杉矶的民众在积极防御疫情的同时不要过度恐慌 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生意 今天我们是注意到最近在洛杉矶的新型病毒疫情的一些变化 所以在华人社区也有一些十分关注 甚至有一些恐慌的情况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洛杉矶的卫生局 以及经济发展局 还有一些企业的朋友 包括服务业的 旅游界 餐饮业的 还有我们社区的一些领袖一起来探讨如何面对当前这个疫情 做好自我防护 同时也为我们社区的正常的生活 经济的正常运行 来做好我们这个华人社区的这边 那是比较科学的判断 盛盖伯国的中小企业代表 凯越酒楼 梅州东坡 泥峰园 杨明宇 同顺居等餐营业 以及文景假期 图峰旅游的代表也在研讨会上发言 连日来 全球新冠肺炎病例受影响国家的数量持续增加 特别是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确诊及死亡人数的增加 令许多美国民众担忧 自中国爆发疫情以来 对中国的旅游禁令 给盛盖博股的旅游 餐饮 零售行业生意 以及进出口贸易带来了很大冲击 针对目前美国境内的疫情不断扩大 以及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 美国及加州政府部门将出台病毒防疫与治疗 和针对中小企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帮助民众和企业度过难关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